南亞戰略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周邊有核 中間又有兩個核國家 所以我們請來兩個專家 一個許晶 一個楊達 我們一起分析 還有要回顧一下毛澤東是怎麼看核武器的 是不是子老虎 又要講講核武器的內幕 最後我們收藏家 當然是老友湯馬士 講講挖戰豪的工具 近年 隨著美國解除對印度的軍售禁令 由19980以來 進行過三次地下核爆實驗的印度 再次開啟了軍事技術入口之門 與此同時 據報導 巴基斯坦高調邀請中國 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 建設一座海軍基地 這個情況 加劇了南亞地區的緊張趨勢 南亞之外 美國為甚麼由限制 轉變為推動印度軍事發展 背後隱藏著甚麼戰略考慮呢 中方又會怎樣應對呢 這次大紀本呢 講南亞 請來兩位 一位 徐正先生 這個 約達先生 南亞呢 首先要講講法律 如果不是大家 或者都不是那麼清楚 大概來說呢 我想地理範圍就是 希馬拉雅山以南的亞洲部分 包括甚麼呢 印度 巴基斯坦 曼加拉國 斯里蘭卡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黎帕爾 畢丹 以前有石金的 是不是被人滅了 沒有了 這個是政治的地理 但如果自然地理呢 南亞有一塊很奇怪的 就是安達曼群島 安達曼群島呢 如果在地理上 我想應該算東南亞多一點 因為很靠近泰國 但是它是屬於印度的 那你從這個政治地理來講 那裡也算南亞 所以印度就很牙策了 從這個曼加拉灣到阿拉伯海 都是我的領域 即是印度洋是印度的 怎麼看呢 楊先生 的確說得很對 因為印度呢 由始至終都自然是南亞大國 印度精英一直都有這樣的說法 它就承辦了以前英帝國 在南亞的勢力 所以就在獨立之前 已經印度的精英 尼克魯等人 以這個說法就說要成為大國 而大國的象徵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軍事大國 核武的計劃 實際上在獨立前已經在蘊揚 你說印度它拿出手的是什麼 可以鎮住巴基斯坦 又可以抗中國武器裝備 剛才楊先生這樣說 印度的海洋的態勢 比中國有利得多 第一就是它附近 沒有任何比較強的軍事強國 譬如中國不同 隔離天生就是日本的島國 因此它發展海軍上面 就像當年大英帝國發展海軍一樣 比較經濟一些 而印度它沒有其他勢力制衡 同時它的軍售渠道從來都很開放 所以我們就知道 理論上在冷戰時期 它是親蘇聯比較遠西方 實際上在軍售渠道 其實當年他們在英國 法國等等 已經有很多軍備可以買回來 近年美國唯一制衡中國 也都會透過軍手支援印度 所以我們看到印度最新的 運輸機也好 戰鬥機也好 甚至海洋上面的裝備也好 其實已經在吸收越來越多 美國的裝備 我講一講它的死敵 印度的死敵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這個國家 幾次印巴戰爭都輸 但是到今天為止 它在克什米爾 起碼還是分庭抗禮 巴基斯坦這個國家很怪 我聽別人說 它當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 它的伊斯蘭的成份 以及它的氛圍很厲害 首先它的軍官 全部都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 每天五次那些什麼課 總之要祈禱那些課 那些課的功課 從早上凌晨五時開始 那些清真寺的大咪一喊 面對聖誠密家 全部來了 我說知你是第一線的官兵 都不能夠斷了這個功課 當然你如果誰想趁機 這個時候打他 就跟你真是深仇大恨 勝戰 那它的士兵和軍官 聽說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哪怕你只是做了少衛軍官 你就立刻是貴族身份 那些兵呢 簡直就戰過來 軍官少衛都有勤務兵 是 早上幫他打洗面水 擠好牙膏 服侍到塌塌塌塌 吃飯絕對不在一起 這些不是我說的 教員軍跟他們演習的時候 都覺得很奇怪 大哥 官兵一致是我軍優良傳統 什麼你的官兵是這麼離航離辣的 沒辦法 但是它的國家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 以前沒有這個國家 是很鬆散的 很多土幫 據說巴基斯坦幾個英文字 都是由幾個邦 和它周邊的地方 構成一個巴基斯坦 所以它唯一能夠凝聚這個國家 凝聚這個軍隊就是穆斯林 所以它的軍隊 這個勝戰的成分很強 我們談到這個反恐戰爭 為什麼它和塔利灣斬不斷 理橫亂呢 就說了大家都是穆斯林 如果你幫那些所謂西方洋人 去打穆斯林 在感情上很難過去 對付巴基斯坦這麼強烈的宗教意識 楊先生你從戰略上講講 中國或者其他大國又怎麼辦 美國首先最怕這件事 為什麼巴基斯坦已經有核武裝 如果 美國經常都說 核武裝落在任何極端分子手上 手尾牆 這是第一個關係 相對來說 中巴關係 起碼表面上 可以說好幾十年來 都是比較穩定的 當然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對手 就是印度 而巴基斯坦 當然剛才提到 對印度的大家親都會輸 也沒有辦法贏 差不多在一個少得多的國家 如何跟大得多的國家打 他的信仰很強 一定要以來強國去幫他 也因為這樣形成了跟美國很矛盾的關係 一方面需要美國幫他對抗印度 但另一方面 美國對他的要求 是相對的 有用的時候就要他 沒有用的時候就要飛開他 說說武器裝備 你說印巴當中 我聽說 海空軍印度絕對有勢 帶上來就是制空權 制海權 但是巴基斯坦的陸軍 在他這個比較窮的國家 據說他的GDP比香港還小 是 是 小過香港 居然他也要製造一支大陸軍 當然海軍和空軍更浪費錢 還要製造核彈 你爆六顆 我爆七顆 你怎麼看印巴這個形勢 對周邊甚至對全球安全的影響 馬先生說得很對 本身印度和巴基斯坦 在經濟的規模上 不單是相差遠 因為只是說人口才算 每年都是1比10 更不要說近這10年 尤其5年間 印度的經濟增長的速度 僅次於中國大陸 所以看到大家的經濟實力越拉越遠 我們就知道現代戰爭 科技戰爭就燒銀子 好在是什麼 但是巴基斯坦除了在地理上 例如北部克什米爾 有去的地理 即是你打游擊戰等等 其實飛機大炮就不是那麼好使 在南邊它的出海後 本來就是印度對它有壓倒性的優勢 更加不需要說印度有兩至三艘的航母 但就是因為在瓜達爾港附近的 這個飛斯路省是一個很戰略重要的位置 使得無論是中國也好或者美國也好 其實願意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 在這樣的有幾個大佬的傍著底下 跟印度抗衡大體上都可以力補不失 是 我聽說最近印巴比較緩和 因為老實說 雖然巴基斯坦是十比一的人力 但是你想捏死它 也都好像很難 而且沒有什麼必要 而且周邊大國也不允許 所以這個走向緩和當中 有些什麼巧妙呢 我們休息回來